常年期第三十三周星期四单数年 马家博书上第二章第十五到二十九节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一到四十四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11月23日 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继续读到希腊帝国的暴君 强迫犹太人被教 勒令人敬邪神 可悲的是许多以色列人附和了 但是马塔提亚和他的儿子却一致反对 当看到一个犹太人去献祭邪神的时候 马塔提亚热情勃发 五内聚焚 激起意怒 冲上前去 把那人杀死在祭坛上 然后逃到山里去坐游击队反抗军 官逼民反 不得不反 马塔提亚一怒之下杀了叛教的人 虽然跟主耶稣在今天福音里 为罪人和耶路撒冷痛哭祈祷的精神不很协调 但在那受严峻迫害的恶势环境下孤独无缘时的不寻常行动 是可以理解的 他的动机也只是为了捍卫天主法律的尊严 我们的敌人除了外敌 如今天独精一的恶王 也可能是我们的内敌 我们心硬不感恩 天主对耶路撒冷代表了犹太选民多少的恩慈眷顾 一次又一次派遣了先知要把他们带回天主的怀抱 但一次又一次先知在那里受到拒绝和杀害 最是有必然的后果的拒绝天主的耶路撒冷 会遭到外敌这一次是公元70年的罗马人的侵略和蹂躏 圣人们常说 不知恩不感恩是我们灵修上的一个最大敌人 因为他阻碍了天主给更多的恩宠 圣奥斯定说 最短最有效的祈祷 就是由衷地说 天主 感谢您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扶船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扶船